网络上疯传新冠肺炎最有效廉价的疗法 那就是维生素D 可以让人免于缺氧而死 防止血栓 还举例人越老体内维生素D越少 这就是风险原因 代表事实查核中心认定假消息 中研院严重员和美香解释 维生素D很重要没有错 因为可以增加人体免疫力 但这并不代表不需要其他药物治疗 新冠肺炎常会用的药物瑞德西韦 专家解释如果真的罹患 当然还是乖乖听医生指示服用 维生素D是帮助增加抵抗力 因为根据西班牙巴塞隆纳一家医院研究 有补充维生素D的患者 近加护病房4.5% 死亡率4.7% 但没有吃的 近加护病房20.9% 死亡率15.9% 人体最常获得维生素D方式 是晒太阳 饮食上像是黑木耳 菇类 鲑鱼 秋刀鱼 鸡蛋等也有 但和美香也提醒 维生素D绝非万灵丹 不是吃了不会得 也不是吃了就痊愈 别让错误资讯阻碍治疗 TVBS的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